接下来呢 你们就是最后一个任务了 你们看看啊 线索是一张照片 找到这位老师 他有几张照片 需要你们帮忙辨认一下 那最后一关的任务卡呢 就在这位老师的手里边哦 加油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 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老师 我想问问你们去过圆明园吧 有去过吗 没去过 小时候去过 那正好老师今天给你们看一组照片 哇 这个地点叫大水法 第二张叫海燕堂 这里面有非常奇特的一个建筑 十二生肖 哪有啦 已经被毁掉了 对 在这个边这个位置 第三个建筑 它虽然已经成为一个遗址了 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它的名字 它叫方外观 方外观 现在小朋友们转身向后 它是为我们展现出了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部分 这一处具有外国风格的园林 只占到圆明园当中的百分之二 占到很小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你们的任务卡 谁来打开 跟队友分享一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这怎么还有一张多余的 我们的任务卡里面有多余的 一张图片 这个是 来读一下 明园复圆 立雕沙盘下 导身独装这两处的景观 我们能看一下吗 这两处景观啊 这一看就是咱们中式建筑对吧 对 有点像你了 对 你们觉得找到这种它建筑容易吗 不就是立雕吗 要说真的圆子里面我们去找有点累有点飞进 沙盘那有多大 我觉得这一关任务也很简单 走 这样你们两人一组自己分 行 那我们俩 男生一组女生一组是吧 好 男生找这个 女生找这个 我先下个女生这组的 你们看啊 这个建筑它叫万芳安合 找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它的特点去找 男生找什么 然后我们这叫什么 这个园林叫做正大光明 非常好找的一处园林 做好准备了吗 三 二 一 向圆妹圆里到沙盘 出发 出发 走 走啦 走啦 总点做这种的写状 只是找小白桥不如一拉 最后面那栋梦符合要求 和那个很像 疑似那个 这个沙盘是我们以1比150的比例来复原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面积 是真实圆明园的150分之一 没错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 说圆明园 但它其实是由三个原子组成的 以最大的水域面积浮海为中心 分别是圆明园 长春园和启春园 它整体成一个倒过来的品字形 在这个园林当中 它不仅有2%的西式园林的建筑 更为宏大的就是那98%的中式园林建筑 它不仅包含了北方皇家园林的建筑 里面还有一些南方私家园林的建筑 西洋式的风格 所以这就是园林原是万园之园的原因 万方安和屋顶是一个明显的万字形 佛教当中非常迹象的一个文字 正大光明是原子当中的一个主体建筑 这两条提示 其实队员们如果听到会很有用 他们四个人怎么成一个部队了 你们找到了吗 给你们提示一下 刚才老师说了啊 万方安和有一个佛教里面的万字 正大光明一般都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根据这两个提示再找一找啊 我觉得就是那个 因为他说这段讲 我觉得我们的是那个 就是那个 图片跟这个可能会有一节点误差 你看后面有些水 肯定会有些误差 好啊 现在你们两队都号称自己找到了是吧 对 那给我们指一下 在那边 就在这 指得非常正确 你们太棒了 位置就在这 这种万字形的建筑 只有在圆明园当中的这一个例子 厉害了 记住这个特殊的屋顶 对不对 对 好 那男生 正大光明在哪里 在那里 恭喜你们答对了 耶 也找对了 这个正大光明是圆明园当中等级最高的一座殿语 皇帝和皇后的生日都在这举行 整个圆明园当中 250座山脉 200多艘船 180座桥的建制 这些建筑在整栋模型上一共有2000座 并且 老师还要告诉你们一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 你们看啊 门窗 你们仔细看一下 我门窗也是有数的啊 门窗啊 在整栋模型上达到了十万扇 采用的都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损锚技术 什么意思呀 这些门窗没有一根螺丝钉 都可以自由的开合 小陶人 你们找到 对 里边还有些人的模型 对 你们所看到的对不对 对对对 小陶人 在整栋模型上一共有 5000个 他们最小的只有1.2厘米 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面部的表情都不一样 这也说明身份地位在当时也都不一样 植物在这个圆明园的沙盘当中一共建造了一万两千颗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清华 将我们这么美的圆明园 虽毁了 虽毁了 当然无所谓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通过这个刷盘 看到盛世的圆明园景象 并且能够看到这么美的圆明园四十景 我就是说圆明园里总共有四十个主要的景观 对吧 对 四十景 好 那现在我们刚才听了那么多的数字 到最后了 希望你们找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密码 你们认为 四十和二 四零 零二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组数字呢 因为四十是 四十就是所有的 四十和零 零二就是我们找到的量 对于四零零二 好 小诗姐姐 我们认为今天的最后一个密码是四零零二对吗 四 零 零 二 太棒了 祝贺各位小队员 你们闯关成功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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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